前一段时间 关于我国055型驱逐舰的消息层出不穷 055型自2014年定型以来 国内外对它的关注度只增不减 最近一则消息又将它推上了热点话题 俊阳市今日报道称 北部战区为推武老兵举办了一场文艺晚会 主题是英雄路 战友情 根据镜头中的背景 出现了055型驱逐舰下水的画面 因此可以初步判断 这是055型驱逐舰首舰上的海军举办的晚会 不仅如此 从报道中还可以发现 镜头中有多次出现英雄舰英雄城的字样 首先我们都知道 英雄城一般来说特制南昌 是南昌起义的爆发地 因此被称为军旗升起的地方 这些细节都似乎只像一个事实 这艘英雄舰以英雄城南昌命名 同时也是055型驱逐舰的首舰 仅这些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今年2月份 具有消息爆出 055型驱逐舰首舰 已经被刷上101弦号的标记 按照我国海军之前的管理 弦号为101的首舰 在其舰种中就是头号舰 所以这艘刷上101弦号的军舰 不仅证明了它是055型驱逐舰首舰 而且也是我国驱逐舰中的头号舰 结合之前央视的报道 证实了这一点 作为头号舰 055型的表现也是名副其实 据我国军事专家尹卓指出 055型驱逐舰已经达到了全球大型驱逐舰的配置 无论是在防空 反潜 对海作战上 都拥有多方面的作战能力和技巧 未来不管是集群作战 还是为我国航母实行护卫 055型都能轻松应对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美国宣称要终止大国间的军备竞赛 但是美国媒体依旧列出了一份 关于全球五艘最知名的军舰排行榜 而我国的055型驱逐舰就被提名在列 妹妹认为 在未来的海战中 055型对于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来说 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换句话说 就是美国人也觉得055型性能非常强大 总的来说 055型凭借其优秀的隐形能力 示好能力 续好能力等 证明了055型是有实力被冠以头号舰支撑的 有专业人士称 055型驱逐舰综合能力 目前在全球的导弹驱逐舰中 也都是处于领先水平的 对此有网友评价说 太厉害的不做比较 不过和大多数驱逐舰相比 055型还是绰绰有余的